大家好 我是Kyoko 來到今個星期最後一天 我們都會講多兩個文型 第一個要問的文型就是這個 前面是跟動詞詞書形 表示不必 或者用不著 表示不必要做這件事 它跟這個 する必要はない 是一樣的 是說話人對對方的忠告 或者一些勸告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試合に負けでそんなに落ち込むことはない 一生懸命練習して 次の試合に勝ってはいい 輸了比賽也不用那麼氣餒 加油練習了 下次取勝就可以了 下一個要講的就是 最初に 就是名詞がの 或者動詞的ている形 因為它的意思是正常 表示某個動作進行的時候 所以動詞用ている形 就可以了 名詞是がの 這裡的意思是 表示正常 突然間發生突発的事情 例如我們看這裡的例子 そこちの最初にお客さんがきた 就是吃飯時 有客人來了 是一件很突然的事 這個意思 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覺得今週一的文型 都蠻好記 蠻容易記的意思 但前面的接続型 真的有點難 除非例如 Saijuni 前面可以記得是 因為它是進行中的動作 但其他人 都要花多一點時間去記 又或者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幫助記憶呢 如果有的話 請分享給我 另外再提一次 大家記得要報名參加JLPD的考試 它最遲最遲 第二個階段 在4月3日就會截止 如果大家忘記了報名的話 就要等月尾 不是月尾 是年尾那個 那我也要去報名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如果你想找單字卡 就去我的IG 如果你想多看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ーイ